繼武漢某小區被曝光 用垃圾車運送豬肉給居民 引發中毒後 校感的一個小區在其迷糞 居民們不滿意 社區安排得又貴 質量又不好的菜 自己聯絡 評價愛心菜 但是聯絡的業主卻被警察抓捕 引發了多個小區的持續抗議 3月12日晚上 湖北校感、映城海山映智城小區的 幾百名業主聚集 抗議木野和業委會 抗議聲響徹夜空 海山小區因為武漢疫情 目前實施全封閉管理 居民生活日用物資 由社區組織物業實施 統一代購配送服務 嚴禁他人私自售賣生活物資 有知情網友的爆料說 映城海山物業聯合大潤發超市 向市民銷售高價菜 而劇院者則運來 平價菜銷售給市民 遭到海山物業和大潤發超市的舉報 結果志願者被警察抓捕 引發應承市民上街 圍住警察要求放人 該小區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業主 證實了這個說法 他提供的照片顯示 大潤發精品 馬特超市提供的豬肉 每公斤 66.9元人民幣 50元套餐菜 包括少量的胡蘿蔔 卷心菜 黃瓜等 匿民業主還透露 業主們買菜需要通過社交群下單 大潤發當天接單 第二天下午配送 但是數量少 而且質量差 而業主自己找的愛心菜價格 還不到套餐菜的一半 量多 至高 全部成本價 最後支付兩塊錢的辛苦費而已 因此受到所有業主的歡迎 之前武漢的其他社區也傳出攔截愛心菜 賣高價菜的情況 這個是業主捐住了的 這不是 我們是 那你給找業餘 跟那個老闆 我就是捐住人 我知道你找的這個老闆 我把它已經買下來了 你把它買下來了 對啊 我要免費捐給業主 那個社區朋友都找了 找了非常多 他們黃瓜 合心買十塊錢金 我們覺得還是買兩塊 他們都賣八塊錢一根啊 有 我們也找不起來 沒有人要 我們下去 幼兒園門口十四塊錢 兩塊菜的菜 是拿著房間來買的 你該說社區沒有多錢 在月14號 有兔友發視頻說 烏北映城 高價菜風波仍在持續 蒲韻 昌大 上河廣場等小區 也已經加入 要形成抗議高價菜的浪潮 不知道這次抗議能夠持續多久